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就是这一筐筐灰突突暗黄黄荡废品都没人要的贝壳 在有新人的眼中却是价值连城格外的珍贵 只需经过将人们一番耐心的加工和雕刻 就会化身成为璀璨夺目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一越成为爱好者眼里可以集品味和抵御于一身的绝美收藏百件 而这个让原本普普通通不值一提的贝壳 愁想压遍白天鹅渔月龙门的制作过程 就来自于我们国家特有的传统工艺里的一项瑰宝 看完整个过程才能体会仙人们的头脑究竟是多么的天马行空 才会衍生出如此精妙绝伦的想法和记忆 师傅先是通过一连串的切割研磨水洗压制 将贝壳一片片的加工成了光滑细腻厚薄如纸的小块 紧接着便需要把这些加工好的小块一个个雕刻出精美的图案 而这也是此次制作过程中最为繁琐也最为重要的一环 考虑到贝壳大小要与雕刻的图案尽可能的形状匹配尺寸一致 师傅先是在纸磨上将贝壳的边缘轮廓刻画了出来 同时还要在刻画好的图形轮廓和贝壳内部标记好序号 接着就可以不断调整纸磨的位置 将所需的图形逐一太印在合适的轮廓标线里了 作为从业多年经验丰富的制作大师 这一步的处理并没有多少难度 只是有些繁琐需要多花费上一番时间 至此就可以将它印上各色图案的纸磨一片片的裁剪下来 然后再挑选出对应的贝壳并在其表面涂抹上一层胶水来进行两者的粘连 待胶水凝固粘连仅是在将纸磨多出来的部分剪掉去除 随后再进行一番边缘的修整打磨至此材料便已全部到位 而真正的技术才刚刚开始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切割效果 这里师傅会用到一种专门对贝壳实施精细化切割分离的特质限制 有着衬手工具的加持在结合上几十年的技术沉淀 虽然轮廓线条十分的精细 但师傅切割起来手法却是格外的精湛丝滑 各种闪转腾挪施剧都如行云流水般娴熟顺畅 一气呵成毫不卡顿 为了让其更加的生动立体微妙微笑 接下来还要用刻刀在贝壳的表面雕刻出凹凸有致的线条 只有经过这样的处理雕刻出的贝壳图案 才会显得更加的立体真实精美雅致 对于边角料的处理师傅也是颇有心得 只需将其如此一番裁切过后 就得到了后续还有大用的细小规整的长条 至此就可以进行最后一环的制作了 那就是将加工好的贝壳粘贴固定在器具的表面 这一步可谓至关的重要直接决定着成品的品质 而师傅的技艺是否精湛以及审美是否保持在线 都是需要特别考究的关键所在 所以除了资质颇深的大师傅 便很少有人能够胜任 随着器具表面逐渐变得光滑亮丽 这款用传统工艺打造出来的精美艺术品 也就彻底制作完成了 那么对于如此花费心神制作出来的最终成品 你又会给它打上几分 不就是 acknowledged stakes 不死